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对我腰部差高 二位是老夫老妻了 结婚多少年了 结婚26年了 您在小片里面说她双标 她对婆婆好行 但是不对你爸妈好 对 是怎么着 您跟婆婆是不是关系不太好 其实我觉得吧婆媳关系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矛盾 都是一些家庭的小事 比如说看孩子 孩子穿得多了 穿得少了 吃的什么饭呀 什么这些小事 主要就是如果她作为儿子 在中间处理得好 应该就是没有什么大矛盾 但是就是因为她 特别向着我婆婆 不能说 一点也不能碰 然后只要是说 我们俩就吵架 她总是压着我 不让我说话 这样的话 我就心里总是个疙瘩 就是这个疙瘩 老是解不开 我现在我妈妈过来 也不容易 从农村过来 帮我帮孩子 她很挑成解释的 不是那么回事 我不是挑婆婆 我主要是挑她 她作为一个儿子 在中间像别人家庭那样 哄哄这个哄哄那个 就好了 但是她不这样 她完全完全 都是站在我婆婆那边 你像孩子小的时候 我婆婆来给我看孩子 有一次就是 就秋收了回去了 我们俩就在家带孩子 然后孩子睡觉了 我们俩就躺在床上 聊天本来都好好的 她就说 你那个别对我妈 要求那么高 我们不也这么样 都被我妈带大的吗 不也挺好的吗 然后我说行啊 现在要求不高 只要是吃饱 穿暖 不抓实抓尿就行了 她 打在这个床上就说 我妈怎么让你 抓实抓尿了 当时我就愣了 我就觉得 你怎么反应这么大 然后我看她火了 我就不想和她吵了 我就把她推出去了 当时我们是个房门 带个玻璃 她把那个玻璃打碎了 然后从这个玻璃外面 把这个把手拧开了以后 就踩着那个玻璃 长进来和我吵 然后又吵又摔 他们家的事情 都不能说不说 主要是我做销售 那个压力比较大 外面做的也不怎么样 回来后她又捞捞刀的 我就拿去了 您其实那个时候 是自己本身也有情绪 我也有情绪 是完全宠她的 对吧 对 谁都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您刚才小票团说 她双标 她对自己的妈妈好 但意思就是 对您的父母一般是吗 对 每年 她都要把我婆婆 接我们家来 都要住一两个月 就住到过年以前 再回去 女生冬天比较冷 我一般的 我母亲接过来 住了两个月 要等着过年春节前 我们再收回去 后来我父亲得了 阿尔兹海默症 然后一直是我母亲 一个人照料 我就感觉 我母亲有点累 然后我就说 把我父亲 接到咱们家来住几天吧 她就不同意 因为我姑娘 正是上高中的时候 我老丈一来以后 白天不睡觉 晚上开灯关灯 上厕所一趟一趟两趟 害得我们年轻 把我们家的 所有的房子 都安上走了 因为晚上 她压个屋里去扭 就我姑娘 下的晚上都不能睡觉 后来就是因为 因为这个事儿 两个多月以后 我和我母亲商量 又把她送到 不是 这不是我双标吗 我也想孝顺 但是我告诉你是 你就是双标 你不管是怎么样 当时你看你母亲来 你连商量都不商量 那我跟你商量 你说不行 我接来了 你如果要是心疼我 你是不是可以 帮助我一下 你就完全是 在那儿看热闹 你根本一点都不帮 所以感觉这个家里面 您好像也没有 多大的话语权 就是她说什么是什么 您说什么得商量 她一点不让说 你像那个 过年的时候 她奶奶给我姑娘 二百块钱红包 我妈就挣得多一点 就给我姑娘 一千块钱红包 我婆婆知道了 知道了以后 转过年以后 就给了我姑娘 两千块钱红包 她知道这个事儿以后 就不封千红扫白 也没问我 没说 这是怎么回事 是怎么样的 直接就来找我 你怎么回事你 我妈在农村挣点钱 多不容易 你是跟她说 这个事儿什么意思 你告诉她 她老儿给一千块钱 你就想让我妈 也给她多一点吗 我说没有啊 我说不是啊 不是我说的呀 是我婆婆去问我姑娘 你老儿是给多少钱呀 怎么样的 根本就不是我说的 然后她就来埋怨我 是 开始我以为她还 我母亲说 开始你以为 后来是吗 后来证明不是 你道歉了吗 事后我说 我说我不知道这个事儿 他从来 他从来不承认自己的错 我不提这个事儿 不是道歉了吗 对 他觉得我不说 我有个别人什么事儿 比如说 咱俩一起 出去溜达溜达吧 这就算完事儿了 你们家里面发生事儿 你会跟你老婆商量吗 还是您一言堂 比如说买房这种的大事儿 买房子就智慧一下 我都告诉他 我要干什么 这个事儿是这个样的 后来我们就是 多少有点积蓄了 说咱们应该买房 做个投资 他就不同意 然后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后来呢 他上那个 他儿旧家 他儿旧是一个大学教授 他们都感觉 他比较有学问 觉得他说得比较对 他就说 旁边的那个市场 都正在拆迁 在那个卖门头房 你们有多余的钱 你们应该去买个房子 作为一下投资 这不一铺养三代吗 他就回来跟我说 你不是说要买房吗 二旧说也说应该买呀 我说那行啊 结果没想到第二天 他就回来告我 房子买了哈 刚才第二天一看 这种仨五套的 当时消息也很火爆 当时 我觉得这些都不是理由 如果你想告诉我的话 想跟我商量的话 最起码你就给我打个电话 或者是发个信息 昨天不说了吧 晚上告诉过你 我想要去买啥嘛 但是那是没定 你是说想要去买 再说这么大的事 你不和我一块去 你和我婆婆和二旧一块去 然后吧还有一件事 本来是我们俩吧 说买一个自五十万左右的吧 第二天他回来告 花了八十来万 那个位置好 我这没有小的嘛 这有大了嘛 我去看了没有了 就卖上这几个 就这个位置好 那个咱妈和二旧都说好 总是不让我说话 我就觉得在家里 一点地位没有 然后我就特别寄希望于 退休生活 有的时候他不吵架的时候 他也说 等到那个退休了以后 我连你出去玩玩 现在不正好退休了吗 一起玩啊 但是总是大部分的意见 是不一致的 我说我比较喜欢静态 我说我喜欢种着花 种着菜 钓个鱼 他就说你看你那么胖 你去骑自行车 你去爬爬山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但是你挑的一种运动 能不能是咱俩都喜欢 都适合的 你不爬爬爬爬 你不愿意运动 你在这儿躺着吧 就这样跟我说 是连我了 我去了一次旅游 连我爬了一座山 又去了一个 那个博物馆那种 我一天走了三万步 把我累的呀 累成那样 他居然就是 一站公交车也不让我坐 又一直走回到宾馆 不是 大哥 大哥我问一下 那个旅游和行军 它有什么区别 你能给解除 我说我旅游 在行走中旅游 而且我走的时候 我还说我这膝盖不舒服 我说膝盖不舒服 回去抹点膏就好了 就这样 就是说白了 你不懂得心疼自己老婆 对 明知道膝盖不好 你也不想想 而且它本身 它是身体重 身体重的人 对膝盖就更不好了 就不能长时间走路的 您是不是身体特好 他行 没有啥不良事是吧 没有 他在这儿撒谎啊 年轻的时候他就喝酒 喝酒 他曾经喝住院过一次 住了将近三个月的院 这么严重啊 对 住了将近三个月的院 转没特别高 去医院就降都降不下来 大夫就说 你必须戒酒 补充蛋白质啊 运动啊 什么的这个 我膝盖不好 我就不能陪他去爬山嘛 他就今天告诉我 你不陪我去 我自己去了 过来我就觉得 发现就很奇怪 他爬山有的时候 一般就爬 一个多小时就回来了 就有的时候 两三个小时才回来 我就跟我女儿说 我说你爸很奇怪啊 我说这两天 说去爬山 他怎么去两三个小时 也不回来 他干什么去了 然后我女儿就说 这还不简单 他那上有定位 我给你看看 我女儿一看 就在我们家门口的 那个小酒馆 他回来我就问他 我说你怎么又去喝酒了 他说怎么了 就这样就这么个态度 我朋友 那个二十多年没见 你也不是 你关键是不是一次啊 你要一次你能说得过去 喝一杯 是好几次 喝一杯也不行呀 我就感觉他现在 特别不负责任 我曾经手还受过一次伤 做饭的时候油烫伤了 挺严重的 从手到这个左小臂 全部都这么包起来 都不能干什么 手稍微一捶 那个血就下来 就感觉这个手指头 要爆开了一样那种感觉 他都不说 哎呀 你这么个样 我给你下点面条吃吧 他都没有 我就这么举着单手 给他做饭 所以我刚才就说嘛 这老公不懂得 心疼自己老婆 不心疼媳妇 这个今天你们来 其实女儿分别 给爸爸妈妈 写了一小段话 他先跟妈妈说的是 妈妈 你也别跟奶奶生气了 爸爸脾气就是这么酱 我要是跟奶奶闹不愉快 她也不会向着我的 这是跟妈妈说的 跟爸爸说的是 爸爸 如果以后我嫁人了 跟婆婆闹矛盾 你肯定也是会为我撑腰的 那你为什么不能理解 理解我妈呢 我妈这人 她吃软不吃硬 你偶尔服个软就好了 你俩别总吵了 再这么吵 我都害怕结婚了 我不知道爸爸听完这个话 我都觉得确实是 女儿一说这个话 我都感觉特别对不起女儿 这话我刚才拿到看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对爸爸 触动特别大 是 因为您是女儿 未来她会有自己的婆婆 就如果她的老公 像您一样 您作为女方的爸爸 心里会怎么想 我应该 应该心疼心疼 我老婆了 是吧 其实我姑娘来找 也对我说过 我有时候现在 也帮我干活 帮我干的活 其实我对她要求不多 因为她身体不好 有毛病我知道 不能生气 不能上火 我就觉得像退休了 你可以不做饭 哪怕我做饭的时候 你在旁边 跟我唠叨些什么东西 陪着我 我就感觉挺好的 有什么事 别那么暴躁 哪怕说是 我们意见不一致 我们可以商量着来 我就希望她 做到这一点就行了 多体谅您 对 我就希望这一点就行了 您今天来我们节目 有没有什么诉求啊 在来人前 我很多想法 因为以前 这实话也没有 真是老这么长 她也没有这么说过 你也没认真 听过她说什么 也就是在这个现场 可能你妻子 能把一番话说完 对 我的 可能来的前的要求 现在开始有点过分了 您看 就是您现在有启发不晚 我觉得什么时候都不晚 今天其实在现场呢 我们还有其他两组的 求助的嘉宾 咱们听听他们对您 二位这26年的婚姻 怎么看 有没有什么样的触动 我触动很神 这个 如果我这位 能赶上这个大姐的 万分之一 我就很直足了 我觉得嘛 这个大哥 就是跟我对象一样 就很不体会 这大姐的感受 所以就是 我想大姐 忍让了很多了已经 我还挺心疼大姐的 因为我觉得大姐 真的各方面做得很好 非常的体贴 在各个方面 婆媳关系 各个方面 我觉得都要做很多 所以我真的 向大姐表示一种赞许 我觉得她做得很好 其实呢 的确听到了大姐 埋怨老公二十多年 是吧 但是总感觉 还透着一股爱 这股爱呢 里面有抱怨 有自己真实 对于对方健康啊 出发点那种考虑 包括有一个 非常懂事的女儿 然后想到一句话呀 末到桑于晚 围霞上满天 就即使我们到了 晚年退休的时候 其实此时此刻 你们才真真正正 开始体验 二人世界 二人世界里面的爱 你们之前过去 这么多年 都各自被 其他的事情所牵绊 没有真真正正的呀 去往对方身上去看 去想 去相处 可能会有一定的不习惯 比如说 老公五十五 比您大三岁 看着可比您年轻 看着可比您健康 他的生活方式 走走路 我觉得还是对的 虽然您气概不太好 是不是 他需要更多的关心 但是您还真的 要走起来 其实就是要为自己呢 接下来的健康 多去运动运动 多跟着跟着他的脚步 现在为时不晚 那大哥我跟你讲啊 就是让唐女士 有一个好的运动方式 因为我膝盖也不好 我膝盖是骨刺 因为常年运动 过量导致的 然后后来呢 我用了一个呼吸 带上呼吸之后 基本上减少了 对膝盖的伤害 第二点呢 就是如果说两个人 在感情上 都在解答问题的时候 那就一定不会走散 任何一个年龄段的人 都期待着被爱 所以大哥 您可以多给他一些爱 然后唐女士呢 刚刚大哥 也一直在拉你的手 我觉得你可以让他拉了 特别美好 特别美好 你看有行动啊 真好 我特别感动 他们之间是有爱的 对对对 他们之间真的是有爱的 虽然是有很多 可能恩恩怨怨 但是哪一对 走过26年的夫妻 没有恩恩怨怨呢 就为什么我刚才一直说 您不懂得心疼您的妻子 就是您永远会觉得 我的出发点 都是好的 都是对的 我就是为你好 但是您要真的认真地倾听 您老婆在说什么 她需要什么 她需要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关爱她 那是她想要的 所以这么多年 可能您真的没有一个机会 像今天这样 站在这儿认认真真地听 老婆说什么 认认真真地去考虑一下 老婆的感受 如果真的有一天 她倒下了 您想想 您后半生还有快乐吗 所以真正地让老婆开心起来 您才能真正快乐起来 今天开始作为一个新的起点 咱认认真真地听老婆说话 您觉得您对老婆好吗 我觉得还行 还行是吧 然后怎么跑这儿来了 她老说我对她的关心不够 人到中年老想一件事 每天问问自己 明天没她你怎么办 到现在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想想想想 现在就想 就是想想明天 才能珍惜今天 其实我相信您有这想法 您天天让她去走 你不就是想让她 身体好点都陪你两年吗 我想都陪两年吗 陪你干嘛呀 你老嫌我胖 说说你有什么 让我值得陪着你的 所以想想明天没她怎么办 人到中年这个问题 天天问自己 就知道怎么疼对方了 两位其实在我看来 虽然女士一直说 就退休了 期待不一样的生活 但你们一点都没有老态 你们都有年轻态 为什么谈论的全是 听起来老气横秋的事 我们现在人的寿命 都在增长 你们的人生才刚过半 刚过半哎 我们就活成这样 暮气沉沉吗 你抱怨我不陪你 查山 我抱怨你 怎么怎么不陪我做饭 咱能不能不要只看这些 听起来就很焦虑的事 你们俩差一点点 松弛感 太焦虑了 我觉得好日子在后头呢 松弛下来 我们还有大把的日子 好好过 那么多可以做的事 非要去消耗彼此 那真的是错了 好不好 你们二人都松弛一些 放开焦虑 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老师们的建议都给完了 也希望就是 您二位是真的有 受到启示的 尤其难失 好了 来 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 第二组嘉宾 本期第二队情感嘉宾 林先生 44岁 来自河北 保安 姑女士 53岁 来自天津 退休 那么 她们又遇到了 怎样的情感困惑 这段恋爱带给你什么了 在我脚里 我抓不住她的任 又冒不通她的心 我只想要一个 娘们的生活 并没有我带来什么 我找对象 就是为了有个伴 有事有个互相帮衬 仅此而已 接下来你想怎么办 我不知道怎么办 良伴 我只想让她 在我身边好好待着 别干涉我就行 努力赚欠 得到她的认可 融入她的生活 我们现在是情侣关系 高对象嘛 对我高对象的一样子 但我现在没有一点那种 谈恋爱的感觉 那你谈恋爱感觉什么样 你给我们形容一下 没有一定点甜蜜感 浪漫感 那种幸福感 一点都没有 你觉得恋爱的那种 甜蜜感和幸福感 是通过什么事 能表现出来的 比如说 两个人出去吃吃饭 看电影 晚上溜溜玩 都不刻意 但是现在她不配合你 是吗 不跟您吃饭 也不跟您溜玩 拜天看不见日 晚上也看不见日 一天二十一四 几乎都看不见日 我就是白天 那个打干嘛 小麻将 晚上呢 跳上广场舞 我为什么变成这样呢 我刚开始跟她认识 她也知道这种情况 因为我在一次 失败的婚姻出来的 头一次婚姻 我降服教子 伺候老人 打穷过道富有 二十五六年的夫妻 我离了 我失败了 知道吗 我从那一次婚姻之中 我想明白了 我走出来 我就想打打牌 跳跳舞 我心情娱乐 那样我好受点 我身体也健康 我何必围着男人 我靠男人呢 我不靠男人了 对呀 我想开了 对呀 那您谈什么恋爱呀 我本身 我又有贵女儿子 贵女 我现在是上大学 儿子结完婚了 可是我生病了 没人管我 说白了 我死得无论谁知道 我别想找个对象 找个办法 您这是谈恋爱是找护工啊 他就是 我啊 他卡死了 我等时给他说似的了 他是这样意思 你怎么这样说话呢 你还能叫我东西 刚开始挺好的 现在变成这样 他只有小九岁 我都没嫌弃他 九十七八岁 我没嫌弃你啊 你不嫌弃我 你净身出户 谁外面有 你吃我的 喝我的 住我的 你还要求我 今天要求我的 我凭什么 怎样的啊 是高队相 不是我给你打货过日子 我现在这情况 跟广哥有什么区别 他晚上垂头 我见一晚上不回来 我还得见见他 我还得跟你做饭 做饭他不回来 他一开始的时候 还不像现在这种疯狂 我说我俩得假的 做做饭 在白天啊 还能看下点日 晚上也能看下点日 现在白天晚上 都不看见日 您不是自己 以前是理发师吗 您现在是理发店 不干了吗 不干了 因为行情不好 就不干了 那您现在干啥呢 干报案 所以您工作 不是很忙是吗 对 那您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就是继续干报案 还是说 就您也得找点事干 就让自己忙起来 我朋友自己的想法 我还是继续打算 开个理发店 但是呢 我七种资金不够 我现在手上只有十万 你想开一个地 房费 随电 装修 最少得十万的二十万 我当时让他 给我点的五万 这点钱比他来说 冒冒于 我可是要给你打钱条的 我是要欢的 你猜他 你说他什么 一门不 一分没有 他吃喝味儿留钱 他还借我五万 我是要借的 我有欢的 他都不肯借 您这是他之前 已经都已经摸清 没有 没有 我和他角望 不是托他放弹 我认为他 认识心情特别好 我才和他角望 别听他的老师 我一个月 在一千多块钱的退休金 租了一套房 闺女住了一套 租了一套 一年才不到三万块钱 你说他在我这住着 吃喝喝的 我们俩不花钱吧 水电呢 房租费 他不掏吗 一分 他一分不掏吗 不掏 吃我 喝我 花我 姐姐说的对吗 对 您一点钱都不花 对 但我不能拜吃拜喝的 我给他做牙子 我给他洗衣服 我俩高得像吗 所以不计较这些 您把这个 所有的经济负担 全部承担起来 然后让女士留在 在家里面 这个做饭 打扫可以吗 可以 可以啊 一分他同意不同意 关键在于他 我同意 行吗 行 行 你有吗 行 我问你你有吗你 我开了厉害点 我有油 你保安是有收入的吧 有收入 那你有收入 你为什么要白吃人家 白喝人家的呢 不是 你得分担一点啊 对吧 不是 我要白吃白喝 我以前吃不知道多少 我现在本来打着拱了 我早晚上回来吃一顿 我得吃吃吃 您看您 您想攒钱吗 他这是不想花钱吗 住在人家家吧 你水电费得掏一下吧 可以啊 对啊 您掏啊 可以啊 大叔别听他的老师 前妻 孩子 有骂事 屁掉屁掉 医生 就去了 一个电话就去了 休个下水到了 要不这中最伟大 要不接孩子 借事那事的 管我借钱 他让我还去 管他前妻借钱 您说好意思啊 我和我前妻啊 因为感情破裂 儿子判给前妻了 作为男人来讲啊 一个女的带天妮 带着孩子 很不容易 我说我房子和钱 都给留给前妻了 我是精神出户 因为我腿做手术了 我养不了他们了 所以说我和我钱 都留给他们了 伟母 我要让她给我前妻 借钱去了 我都怕她有想法 我要让她明白 我和我前妻 不会有金钱往来 借条上谁签字 我让她去借钱去了 你让她再给你前妻 借钱的借条上签字 怎么想的 没有没有 她也不去 是啊 她明白点 她不会去的 女士您见过她的孩子吗 我就见过一次 您知道为什么 我旅游去了 我回来一看啊 一架在我们家吃饭 我一开门我就愣了 你觉得这到谁家了 不是啊 我是个外人吧 对对对 上一次啊 孩子感冒刚好 我前妻临时有事 接不了孩子 她让我借去了 我只能接这儿来了 前妻办完事以后 都到家 把孩子要接走 我刚做好饭 如果她把孩子接走 再回家做饭 应想孩子下午上课 是这么回事 哎 她去旅游了 一门打招呼啊 就回来了 整个让她看见 她把她年轮捅出去了 你是哪有她家的 我问一下 那是谁家 她家 你把一个未成年人 带到她家里 是不是先得经她同意 她没在家 她去旅游去了 好了 先生 您对您二位 就未来的规划有吗 太有了 怎么着 先进五万块钱 不 好好踏实地过日子 你还想进一步发展吗 就比如说 当然 不如婚姻呢 就是这是最终目的 那关于这个 她现在有的这些房子 都算婚钱财产 没您的份 我还要 我要说一下 我和她交往 不出她的钱 不出她的房 不出 哪怕睡在公园里 睡在麻辣边 都无所谓 您跟我们念叨 她借过半块钱 不借您这事干嘛呀 她不借过 不借过我特别汗行 您含着心过这日子 有什么意思 当年真是喜欢一个日子的时候 她的缺点也是有点 那您认真的求过婚吗 没有认真求过 但是和她透露过 老人听我说啊 您还坏损 你看她听老是厚道的 我朋友说妈的 贡姐 我听说你要结婚了 我听谁说的 就这您家老黎说 没经过我同学 没允许她 给人说 我跟她要结婚了 其实大姐这不结婚 但是这个人呢 还要在您生病的时候 照顾您是吧 就有个伴侣 找一护工也能陪伴 花钱就能搞定 不是 那个我那意思 你要是真正是那个 能体贴我 对我好 结婚呢无所谓 对吧 她问题她不行 知道吗 她一次一次地 让我太生气了 嫌我这儿嫌我那 大姐是这样 她让您满意吗 不满意 那到此为止 对 大哥我问您一件事 你这倒是恋爱不是 是 谈什么钱 不谈钱了以后 她白天不招家 晚上不招家 在你困难的时候 想创业的时候 她有钱也不愿借给你 那你为啥还要 一直跟她好呀 她这个是 这倒子最豆腐心 她的摄像性 不会用语言表达出来 她说得越狠 越厉害 其实她心里有点越好 她对你好吗 其实挺好的 我推随后以后 有给我买这个 有给我买那个 其实绑绑很多 待在家里 拜吃拜祝 你也知道 大哥是这样 你没发现现场五个人 对您好像不是太认可吗 又不认可 第一点听支出来 我可以盖着 大家注意 这还没听出来 我们不用 听出来也不怕 她一直很轻松 不管今天这大姐 从里头出不出来 你都断定 其实这大姐离不开你 我有底派 她的孩子 希望我两人 能够越走越过也好 走得更远 停停 让大伙停停 放着落银 我妈妈怎么能考虑 我们当子女的感受 但其实吧 我们更希望 她们过得好点 今天吃饭的时候 听见黎叔叔结婚的事 我可能是当时 有点懵 所以态度也不达好 后来呢 我仔细想了想 那有个人 一直陪着我妈 我们也高兴 也更放心 我们对黎叔叔印象呢 还是挺好的 但是我妈喜欢 我支持他们结婚 我妈也不用 考虑房子一些事 我们自己呢 现在也有那些 精力独立能力 我妈操劳一辈子了 我希望我妈 接下来的日子 能有人照顾 能享幸福 我们也高兴 听清楚这话 她说如果妈妈喜欢的话 愿意的话 同意 听懂了 她得愿意啊 但现在人家不愿意 公女士 您今天来 是不是就来分手的呀 对 因为她现在对我不好 她不是挑你晚上不回来 一出去好几天吗 她凭什么跳舞 有骂资格跳舞 她爱你呀 爱我 爱我的人多了 所以我的人多了 我就是看到老是厚的 没这事那事的 就能在我身边好好待着 凭什么感受我 黎哥啊 是这样 我在上一个呢 受过多少气 吃过多少亏 我心里有伤啊 就是这个伤 我得让自己平衡 这个时候呢 我把这种伤痛 清算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为什么我可以这么 清算直白地告诉你 我就是不许你敢说 我就是怎么怎么着 因为我基本上笃定 你会包容我 所以你一直很平静地笑 他骂我骂呗 他数了我数了呗 是这意思 对 都明白 我能包容你前面的伤 你能把所有的伤 那些痛 你宣泄在我身上 无所谓 你说我有没有资金 我想借五万块钱 开理发店 就这个时候啊 大哥 出不出来两可 你俩就是这个 也有点这个 让我们为难了 你不用为难 你以为咱五位是干嘛的 咱们五位 是人家一个撒娇的观众 哦 那我们问问 那边还有四位观众 咱问问那四位观众的感受 我觉得如果要是 都对对方有真心的话 还是多付出一点真心吧 您看看人家 每天出去打麻将 然后还跳广场舞 不是你说这话都不够扎心 要我我就这么问 大姐 你瞧人这男朋友 大听广众 你指着我鼻子 要跟我分手 我就是喜欢你 无所谓啊 又不是第一回了 你瞧人这男朋友 任打任锤 无所谓 他要是有人认识十分之一 我也满足 你看我 你看是不是 王先生您现在有点危机感了吗 我现在觉得我的生活 很幸福 我应该拥有它 拥有 你站在现场 对这二位比我们五个管用 你没发现吗 大哥 是 震慑 你提到了钱一模块也做一样 对了 谢谢您啊 谢谢您 我感觉这个大哥 他挺爱这大姐的 但就是他们的感情当中 我觉得更多的你要纯粹地爱 不要搞到那些金钱 不要总是把金钱 擦擦在里面就好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哥 真的非常有意思 就看 不管大姐怎么样 就骂他呀 怎么说 他一直乐呵呵的 我觉得特别好 大姐是这样 不论你之前经历过什么 也都是您的选择 我们选择了就一个字 我们就得认 那就是我们的经历 我们就是由一个又一个选择 组成了我们的生命 如果说我们现在啊 不想走进婚姻 甚至也不想走进一段 真正的感情 您就跟他说明白 这位哥呀 就是目的极其之明确 就是奔着跟您结婚来的 好的 这兄弟啊 您可能觉得 在生活当中钱不重要 所以您把之前所有的 就是经济收入都不要了 去了结一段情感 这给您点个赞 但是你会发现 当你没有了经济支柱的时候 底气就不足了 你进入到一段感情 这个目的也不纯了 至少你让别人看起来 你图的不是大姐的情 图的是人手里那点钱 因为你做的就没有让人家能够看中你看得起你 我们要做硬气的人 那做出的事也要硬气 如果说你这段情感真是不图别的 就图大姐这个人 请您搬出他们家 好吗 好 黎先生我用最简单的话语来讲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种人 那你是很善良的一个人 对 那所有的话你都听得很清楚了 对不对 对 你说的是刀子嘴豆腐心 那当一直在给你刀子嘴的时候 还有豆腐心吗 我有耐心 你有耐心 更有爱心 有的时候 我相信在左右讲来 他肯定会完全接受我 不会的 你不要做这个痴心妄想好不好 就是我们爱情是有是应该的 哪个年龄段都应该有爱情 但是你不要错付啊 你应该找一个跟你类型相同的人 你虽然现在开开心心的 但早晚有一天你会不开心 所以赶快离开这段感情 这是我对你一个最善良的一个忠告 痛苦是在咀嚼后被放大的 龚女士 您啊 如果没有走出上一段婚姻的痛苦呢 您一遍一遍这么地提醒自己 我上一段婚姻怎么样 我凭什么什么什么 您这辈子就记着这点事了 您可能我说得不好听点 您可能到合眼那一天 您都会在痛骂自己的前夫 在痛骂自己的上一段婚姻 所以我说痛苦是在咀嚼之后被放大的 这是对您个人而言 我希望您不要因为自己婚姻解体 而认为我的婚姻是失败的 这段婚姻里面全部都是黑暗的 难道这段婚姻没有带给你美好的东西吗 一定有的 所以人啊 在选择把什么放大的时候 这个另一个地方它一定会缩小 您如果选择放大里面的美好 那痛苦就会缩小 您选择放大痛苦 美好就会缩小 人带着痛 带着恨 这一生是过不好的 您自己琢磨一下 大哥你以前从大姐那搬出来过吗 没有 没有 是一次 就是想不想要 失去的时候最清晰了 她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可能反复说 我这个看不上你 那个不要你 我好烦你啊 突然之间她离我距离一远 哎 不是 心里都是她的诱点啊 哎 我怎么说 哎 你看 你看 立刻就接这话 我的意思您明白吗 明白 所以呢 感动神兽 哎 您不如干脆就先搬出来 你搬出来以后 正好你也自己考虑一下 哦 我不用每天等着她 打完牌啊 跳完舞啊 回家 我不用每天等着了 哦 原来我还有时间 可以打第二份工 哦 原来我收入涨了以后呢 我离那个理发店目标进一步 你们两个现在凑在一起 现在这个状态 彼此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对方 也容易误会了自己 可是有道理 大姐啊 你数落她 你挤的她 你甚至指着她的鼻子告诉她 你就是没安好心 所以您让她先搬出去一段时间 然后咱们看看生活是 安静了还是寂寞了 真的是傻乎乎的大姐 啥也不知道 受过伤 逮着所有人都觉得她是害你来的 没有那么多坏人要害你 别人也需要爱 也需要陪伴 也需要和一个女人相守 所以你的认知是有误区的 还有一个就是 你也别再嚷嚷地说 你花钱雇她 她就不能对你有这有那的要求 爱永远是平等的 和财务没关系 你不要以为你花钱找一个人照顾你 你花钱要是找一个人照顾你 对不起 不是人家等着你跳完了舞回家 我自己做 然后给你吃 甚至有时候你跳舞我得先吃 我吃完了您回家 那是给您留的 住家保姆是白吃白住 还得给工资呢 对呀 我再多说一句先生 我认为你对这个女士固然有喜欢 这个喜欢不是真的爱上她 是你了解她 你很聪明 你了解这个女人刀子嘴豆腐心善良 所以你认她骂认她怎么说你 你为什么能还站在那儿笑 是因为你是衡量过的 她经济条件确实好 你一无所有 她是你衡量过 自己投入成本最低的选择 你对她的情感 这种权衡大过了你对她的喜爱 所以我也建议你们分开 建议都给了 分不分由你们自己来定 剩下的时间 你们坐那儿好好想想 来 尤其我们第三组嘉宾 本期第三对情感嘉宾 小张23岁 来自安徽 物流管理 小汤22岁 来自安徽 学生 那么今天 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你们恋爱中存在什么问题 我经常把公平挂在嘴边 让我觉得恋爱 常能像一场交易 我们恋爱观不同 我觉得只有平等的恋爱模式 才是长久之计 你理想中的恋爱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不要太过于计较得与失 能够提供对方情绪价值 你请我能呗 爱她的前提是爱自己 在感情中要保持绝对的理事 两不亏欠 韩叔叔 你觉得什么样的恋情 算是公平的恋情 价值观平等 然后精神平等 然后在物质方面也平等 这样才是那种感情的双样奔赴 我觉得这种就不是谈恋爱了 你就是在交朋友 在多交易 就是他老是觉得我这样不公平 就比如说吧 他都见过我父母了 但是我就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父母 就之前有一次 我自己家里出去组织旅游 然后我就特意把他带上了 后来大家都很开心 每个人都玩得很愉快 然后我父母对他有很好的印象 然后我就想着 我说能不能让他也给个机会 让我也和他的父母见一次面 但我每次就提起这个 他就很生气 老是拒绝我 因为我现在还是学生 然后我父母本来 就不是很支持我懒得恋爱 他知道我们的关系吗 但是对这个关系 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果我现在真的让他们见面了 然后到时候 我父母肯定会对他印象不好 我想了这方面 所以才不让他们见面 你父母不同意你和他是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 我还在上学 觉得应该以学业为重 他们也不是不同意吧 就是不支持 我现在这个阶段恋爱 就是你的父母 不是对他有意见 是吧 不是对他有意见 上次还有一件事 我也很不利 就是他父母当时 其实也是好不容易 来一趟学校 我说媳妇 能见一面什么的 但他孩子就非常生气地 直接拒绝了我 关键是他转头 就带他的那些好闺蜜 去见他父母了 然后关键是他那个闺蜜呢 还是我非常讨厌的一个人 他经常在我们以前 调拨我俩的关系 他为什么讨厌你啊 这我不知道 可能是 妹妹你得知道 因为闺蜜嘛 他不就会觉得 自己的闺蜜比较好 他觉得他配不上我 然后再加上 我俩之间有什么矛盾 我会跟我闺蜜说 然后闺蜜就是不太喜欢他 我好奇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就是你跟你的闺蜜 都说到什么了 对 你闺蜜这么看不上的 因为我们现在 合租在一起了 然后就是有好多矛盾 就他这个人 他特别计较 就不管是物质上 生活上 就是跟我斤斤计较 就比如我俩去倒垃圾 两个袋子 他一定留一个袋子给我 跟我说让我参与 还有我们俩去购物 就是一个袋子装的东西 他把一个袋子分开 让我也拎一半 说什么生活中 就要有这些参与这些感 不是倒垃圾和这种 拎袋子的小事情 我要有什么参与感 还有上次 就这个他就有点病态了 上一次我们俩不是约会吗 然后我当时临时有事情 我就割了他 就跟他道歉了 因为事后也跟他解释清楚了 当时确实是临时有事 没办法嘛 他当时也接受了 后来一次我们俩约会 他故意放我鸽子 跟我说什么 让你感受一下被割的滋味 这就是他所谓的 恋爱中的公平 恋爱公平 作为你的闺蜜 肯定对他有一件事 有原因的嘛 事出有因 对吧 对 他不是跟我闺蜜关系不好吗 然后我上一次 就是为了让他们缓和关系 我让他俩在一起吃饭 然后谁知道 就是我们吃完之后 结账的时候 他找我闺蜜A钱 我说哪有我们三个 一起出去吃饭 你还找我闺蜜A钱 你闺蜜对他 有一些什么评价呢 斤斤计较 反正我们俩最后 总结出来的原因 就是他不够爱我 我们有一段录音 是闺蜜的对吧 对 我们来听一下吧 汤汤 我觉得这个男的 真的很不靠谱 特别能算计 这段恋爱 你赶紧继续止损吧 我觉得你就应该去谈一场 轰轰烈烈的恋爱 而不是你跟人 在这边单方面付出 你记得咱们上次吃饭 闹肉多不愉快吗 哪有难得吃饭 让女生A掏钱的呀 就从这一点 他就不是你应该 选择的对象 我已经给你物色了一个 一八五有附近 我觉得你俩特般配 回来安排你俩见解啊 你俩赶紧分啊 希望你俩赶紧分开 回聊 拜拜 说实话 就是这样的闺蜜 我挺讨厌的 大远老师 我觉得你们应该 再听一听 还有其他事情 她就特别特别计较 因为现在 她是刚出入职场嘛 然后她的工资 没有我工资高 因为我是做兼职模特 然后平时收入 这行收入也挺高的 然后再加上 我父母会给我生活费 然后她就跟我说 要AA嘛 就是吃饭什么AA 然后我觉得可以接受 但就是后来 每次轮到她结账的时候 她会跟我卡预算 比如说上一次吃饭 我付了150块钱左右吧 这一次呢 她就卡在150块钱之内 就如果我超出了 她就会说什么 你最近长胖了 自己不知道吗 注意身材管理啊 或者就是跟我哭穷 说什么 这个月收入低 我感觉她根本 就是不想为我花钱 还跟我计较这么多 我觉得这完全是两码事儿 首先咱俩这个情况不一样 就在学校里面有家长 给了一些生活费 然后自己确实挺能赚钱的 根本就没有什么经济压力 但是我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我刚步入职场 其实真的到手的工资 只有一点点 再加上平时交通啊 还有租房一些钱 各种各样的 到最后 我觉得真的只有一点点的 在经济上面 我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啊 我跟你讲的是 在乎我金钱上的问题吗 是你太跟我计较公平了 就比如说我送她礼物 她会在一周之内 卡着价格相同的 把那个礼物还送给我 跟我说什么 不想亏欠我什么 我们俩谈恋爱 我不觉得没有什么 谁要亏欠谁的吧 这就是我的一种观念 我觉得平等很正常 我就是觉得 这样就是在交易 天天跟我计较各种利益 不是在谈恋爱了 那你们这个护送礼物 到了生日的时候呢 也难道要送同等价值的吗 她不给我过生日 为什么呢 因为她自己不过生日 然后就讲什么 我没有过生日的传统 我就不给你过生日 但是因为我们不是 同一个大学的吗 然后我了解到 她会给她前女友过生日 而且也会买很贵重的礼物 但到我这里都没有 这个我觉得 我可能做一点解释 就一方面呢 是因为 我自己确实没有 过生日这个习惯 还包括就是我们 家里面都把生日 当作很普通的一天 去对待啊 就没有什么 特别的仪式感 还有一点呢 就是刚刚讲的 那个前女友 我确实会给前女友 买很多生日礼物 但我觉得就是这一点 对我造成了很大影响嘛 我可能在 上一段的恋情里面 对前女友付出很多 说白了可能是个 恋爱脑的角色 结局还不是很好 还是被甩了 所以在上一段 你不是这样讲究 对 我不是 我就是花钱嘛 我也会花钱啊 我也会给女朋友买东西啊 那到这一段 就吸取了教训 对 我就觉得 这种可能爱情的价值 是不是不能用 金钱来衡量 不是用什么 给她买包啊 买衣服来衡量 那你认为 在这段感情当中 你怎么表达你的爱 让她觉得 你是真的很爱她 我觉得就是 经过上一段感情之后 我就会拿物质这方面 进行一个衡量 我就会把它 作为一个 一杆秤一样 如果说 我没有付出很多爱 但是还能换来 我们俩感情 很好发展的话 那是不是就更加证明了 我们俩感情很好呢 就是说根本不需要 这些物质的东西啊 我也不需要 给她买什么东西 但我们俩还能 你浓我浓的 情多亦和 是不是也是一种 很好的考验呢 那你有没有说 我不付出物质的了 但我付出了 其他更多的吗 我觉得不是说 每段爱情 都得你送我礼物 我送你礼物 你花多少钱 这个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 你付出了什么 你的珍贵的东西给她 你付出什么了 我觉得就是情感 什么情感 什么样的情感 我不会对她 真心实感 然后 你用什么来表达 你的真心实感 你得说出个细节来 对 我觉得 陪伴吧 就一心一意的陪伴她 这可能是我 偏要能想到 在我的观点里面 比较真挚的爱啊 就是小伙子有就有 如果实在没有 咱就告诉大家说没有 其实你看女孩 多期待地看你好几样 我那个眼中充满了期待 我多么希望 你给我的是真挚的 珍贵的东西 它可以不是钱 但是是珍贵的 男生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抛开前女友 抛弃你的事情了 前女友和现女友 谁更好 当然是现女友更好 为什么呢 因为现女友长得更漂亮 我们相处的模式吧 我觉得 综合来想 我觉得还是比较融洽的 他说我比他前人好 但是他还保持着 就之前我发现 他保持着跟他前人聊天记录 没有删 就是他们恋爱期间的聊天内容 被我看见了 我心里肯定很难受啊 看到这些信息 老师你看不出来 他有很严重的那种 恋爱洁癖的那种吗 没有 要真有 你早就不在了 我觉得就有 他就因为我是他初恋 然后可能我之间谈过几次 但他没有谈过几次 他觉得心里不平衡 就老师猜疑我 你不是要平衡吗 这会儿人家不平衡 这种功夫一样啊 甚至有一次他跟我说 他说我们俩先分手 然后让他再去谈几次恋爱 等到我们俩恋爱次数一样之后 然后再在一起 多荒谬我听起来 你说到何心了 多好呀 我觉得这不一样 一个是情感方面 一个是生活中的一些事 就是我觉得 因为他不是 已经谈过很多恋爱了吗 我是初恋 他的恋爱经历比我丰富 多照顾我一点 多关怀我一点 不是应该的吗 而且就是我觉得 前人载数 后人成良这种话 他谈过这么多 怎么样照顾自己的女朋友 怎么更好地关爱他 跟异性保持距离 我觉得他都应该做到 可是在我这里 一点都没体会到 您这不是前人载数 后人成良 就是您 您这是前人算账 后人结账 对 就是把他前女友 对他的影响 全都施加到我身上 来报复我 前一段感情 就是给我的伤害很大 我需要一点一点 慢慢地走出来 不能说 就立马就对你 那你走出来 再找人家行不行 对啊 非要计算那一点点 你一个大男人 爱了就爱了 敢爱敢恨不行吗 没点这种男儿的 血迹方刚的感觉吗 这点说我上次受伤了 所以不能送礼物了 根本不是我的本意吧 是一些男女之间的差异吧 就很多事情 我会尽我的力 去做到最好 然后以我的方式包容她 安慰她 但是可能在我这边 我是说 我已经做到非常好了 做到极致了 是我的方式有错误 还是我在哪个环节出错了 你看你夺偷换概念 我们刚才说的是 你曾经对前女友 非常细腻非常爱 要礼物给礼物 要情绪价值给情绪价值 你现在不给这个姑娘了 你又偷偷概念说别的 说我已经尽力了 你没尽力啊 你上段爱情 那才叫尽力了 虽然被甩了 但你尽力了 这段爱情 她虽然爱你 但你没尽力 这逻辑你听不懂吗 所以今天是姑娘 想主动来节目的是吧 我想让她改变 她觉得她 这种观念是对的 我也跟她 因为这种事情吵过嘛 然后我说 没有公平的恋爱 她呢就觉得 恋爱双方就是公平的 所以我就想说 让各位老师 帮我分析一下 到底是她的观念正确 还是我的观念正确 行 接下来 我们听一听过来的人 有什么样的 抗答和想法 因为她和我女儿的 年龄差不太多嘛 但是我们两个的关心当中 也是我付出的多一些 所以我想说 如果要是我的女儿的话 我就会告诉她 你一定要在你的爱情当中 尽量是别人爱你多一些的 这样的话你不会太累 不会像我一样 活成怨妇 透过这个事 是 我也能感受 如果我姑娘这样 我也不喜欢 我认为现在你是被伤怕了 因为你可能觉得自己 谁付出多 谁就是那个受伤的那一方 你为什么那么想 见她的父母呢 其实你想要一个安全感 一个认可 她的闺蜜 对你极度是不认可 其实你也知道 她闺蜜对你的不认可 绝不是无中生有的 都是来自于你女朋友身上的 还有 一旦她面对着这个社会 她会认识更多的优秀的人 对吧 别看她现在跟你在一起 在你身上去要更多的一个 你的付出实责 你是不敢给她呀 但我想跟你说的是 小伙子 该来的一定会来 如果你该给的时候不给 机会就没了 是 我现在先替男生说两句 他之前受了这种伤之后 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他想用一种方式 矫枉过正 在之后的恋爱当中 他看能不能扳回一城 但弟弟这样是错的 这个天平一定要拆 第二点呢 我建议弟弟 你做一件事情 回去之后找他闺蜜 请他闺蜜 你们三个在一起吃顿饭 这你来请啊 事事讲公平 恋爱当中怎么叫公平 如果恋爱当中 我们两个人 每天去论公平这件事的话 你觉得还有爱吗 我觉得可能 你只是针对欺负她 是个恋爱小白呢 还是说 你没有走出 上一段的恋情的伤害 我觉得不管哪一样啊 就是你都有点 欺负这个姑娘 你说你是个大男人 你真的不懂这些吗 不 我觉得你是揣着饼板装糊涂 你如果很喜欢她 你就好好戴她 你如果不喜欢她 你还没有走出 上一段恋情的伤害的话 你自己去找一个空窗期 我们疗伤疗好了之后 再投入到下一段感情 如果你真的喜欢她 真的爱她的话 就不要跟她谈什么公平 喜欢就好好在一起 不喜欢就赶紧放了人家 自己疗伤去 我是觉得这个男生 大概两段爱情当中 都没有真的爱上对方 所以他才会这么算计 他上一段也在算计 否则一个真的深爱过 一个女孩的男生 在分手之后 他垂胸动足的 一定不是说 我给他买了那么多礼物 他把我甩了 如果是两人真心相爱 你会觉得 那至少我每一份 有心意的礼物给到他 他有那么一丝愉快 我们曾有过爱情的美好 这是我的美好回忆 而不是今天再算 那既然我送的礼物 竹篮打水一场空 那我跟这个姑娘 我就得算清楚 至少我在经济上 不能吃亏 女生因为是初恋也好 或者自己个性也罢 你是有执念的 你现在执念放不下 就是你能对前女友那样 为什么不能对我这样 其实这种执念没有意义 它无论对那个女孩是怎样 还有对你是怎样 都不代表它 有没有真正的爱上 所以我给姑娘建议是 你就做好自己 你喜欢她 可以继续对她好 每天你觉得 这个人其实原来就那么回事 你就安安静静走开 对吧 不管过去你是自己 给自己营造了一个 美丽的爱情模样 还是说确实它有 也有一些温暖给到你 我们都是一个 青春很好的体验 像咱们192就要爱的一样 对吧 你要是只讲公平 没有爱的话 还爱什么呀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 留给你们自己 你们想一想 到底该如何选择 好不好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 看一下结果 让我们揭晓答案 3 2 1 请开门 你看看 瘦牵球 幸福 幸福 今天对我的感悟很大 这些人觉得我这四年 忽视了我的爱人 如果让您调整一件事 就从一件小事 开始调整起的话 您回家之后 立刻会调整的是什么 我得陪伴帮她做饭 好 特别开心啊 看到您二位能紧紧相拥 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爱情保育站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幸福快乐 老师老师 身体健康 再见 谢谢老师 第二对其实是有悬念的 反正这女士是一直嚷嚷着 要来分手的 能分得了吗 我估计她们不管走不走出来 应该都分不开 我觉得分开了 我觉得一定未来分开了 揭晓答案之前呢 要提醒一下 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可以登录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 让我们一起揭晓答案 三 二 一 请开门 没出来 不会出来了 这是个好结果呀 好是 是的 不管怎么样 希望他们两个人 都能认识到自己的人生 其实需要重新调整 对吧 这比爱情更重要 比感情更重要 来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看 我们今天的第三对了 第三对是小年轻 大家觉得会出来 我觉得能出来 一定会出来 会出来 我觉得算了吧 热恋期算账 我也觉得算了吧 就算账算得这么明白 这算盘打一辈子好累的 这小答案之前呢 还是要提醒大家 我们节目的唯一报名热线是 022 2360 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打电话报名 记住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我们一起来看第三对的结果 321请开门 321请开门 出来是代表 就是我已经想明白了 我觉得确实是我做得不好的 既然在我们这种花样的青春年华里面 就应该去热烈的爱 她对我既然已经有全部的爱 所以我对她应该也给予 足够全部的爱 所以还讲公平吗 不讲 公平的秤就彻底拿掉了 今天回去就按张蕊老师所说的一样 先去找闺蜜 我们一起吃个饭 把所有事情都讲清楚之后 就算一个很好的开端 我也觉得我们的感情以后 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特别好 说说一句 咱们争取做到 让女孩挑不出毛病 好 善意地提醒一下 闺蜜少掺和感情 掺和多了没啥好处 知道吧 小伙子说得挺好的 这是个开端 其实真的要领悟到这点 今天才是你们恋爱开始的第一天 好好学爱吧 好不好 是的 真好 谢谢你们 祝你们爱情甜蜜 生活幸福 再见 拜拜 再见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了 本节目是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的 广电5G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 让爱相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